只要有一个范例题 其实在云端上就会有一个答案 你们可以找一下 就是绿色的话是练习题 但这个也可以下载 或者你可以直接拿这边的这个 那答案的话就会在旁边 所以每一个绿色的就范例练习题 那蓝色的就是它里面的解答 解答的话你可以把它点两下 它打开来就是我们里面会需要 比如说文字语这套函数 那假设我的IPT函数会有这个解答在这里 那然后呢其他还有相关的 我这边会说明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找不到答案 也许从这边可以找 那比如说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刚刚这一道 文字语这套函数 所以范例题里面第一个 那我们刚刚要针对这个手机部分来做解答 不过如果说你对IPTL也不熟的话 你可以先切到前面 那IPT函数我把它放大一点点好了 那看起来比较清楚一点 那这个地方有个题目就是说 如果它的销售量 有达到100的话就给一颗心 有达到200就给两颗心 那我当然不可能说我每一次用手自己 什么复制一颗心 复制两颗心 对不对 那当然不合理 所以我必须 根据它这边的销售量 把它除以100 有没有 除以100之后的话就1.58 但是理论上它没有1.58颗心这种东西 所以理论上应该把小数点拿掉 那该怎么做 1.插入函数 游标先放这边 插入函数 2.找到文字类里面的IPT函数 所以你可以找到这边有个IPT 那特别注意 未来慢慢要习惯 就是说 我们将来如果说很多函数 即便你不会用 但是你慢慢要了解它那个操作流程 因为很多都是相通的 也就是如果你这个流程会的话 哪怕有些函数你没有用过的话 其实它用的方法也都类似 OK 所以比如说我找到文字类里面的IPT函数 那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当然这边会跟你叙述说 当然这个要把指定的字串重复几次 按个确定之后 它会问你两个问题 那所谓的函数 大概它的使用方法 逻辑一定是这边跳一个视窗 然后跟你要几个资料 就跳几个格子 有没有 然后你给它对的资料 它给你对的结果 但是如果你给它错的资料 它当然就给你一定不对的结果 OK 所以呢 另外第二点就是说 那个函数本身我是觉得 它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 只是说我觉得 它有个地方是Excel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前面的这个叙述 它都是用英文的 而这个英文不见得是那种很一般性的英文 它有点像给工程师看那种英文 比如说Test 其实理论上讲白话就是你要重复什么字 那你就给它什么 你要重复星号 第二个问题是Number Times Number Number就是数量 Times就是次数 意思说你要重复的次数告诉我 所以这边应该要一个数字 所以你要给它一个数字 OK 那数字的话基本上就是销售量 除以多少 除以100 那它会怎么样 它会预览给你看 你在这边 1.58 这是不是你要的 那结果呢 也会预览一颗星 当你按确定应该OK 只是说比较正确应该是把1.58拿掉 一颗星而已 不要1.58 它没有那1.58 只是说看起来还是怪怪 所以理论上无条件舍去小数点的话 那你可以在这个公司外面包一个INT INT意思是整数的意思 就是说你帮我留下整数那个部分 外面再包一个INT OK INT函数也蛮重要 以后如果无条件要舍去小数点 那你要记得INT函数 那你也可以看旁边 1出来了一颗星 按个确定 好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这个公式 向下填满的话呢 其实OK 不过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把它向下挑出一点 就是说因为呢我这个上面这个星是来自于C1 C1 那如果你向下填满的话 你会有个问题就是 你这个1它向下填满会自动1变成2 自动帮你加1就对了 可是如果你未来不希望他帮你加1的话 记得啊 应该知道吧 前面加个什么呢 钱的符号 OK 那他就避免掉他会帮你那个从就是每向下一个储存格 就加1的这个问题 那再来的话呢 当你如果这个地方向下填满 大家当然会错 因为他向下变成C1等于变C2 那你就只要把这个1不重复的话 加个钱就好了 理论上当然只要加1的前面 你C前面要不要加 其实不用了 因为你C是蓝 除非说你要向右填满 向右填满 它才会变C变D D变E 会自动帮你加1蓝 OK 所以其实理论上在1的前面加就可以了 那把它打勾 向下填满 这样REPD就出来 OK 所以第一个REPDOK 再来第二个问题就是切到LEN 那往上 对不对 可能你要稍微往上 长度部分的话 我要判断什么 身份字号 它里面有几个字 OK 那我怎么知道它里面有几个字 那当然正确应该是几个字 10个字吧 OK 所以我们可以插入这个函数里面找到LEN 这个函数 然后它一样会test 所以以后看到test 就 意思当然就是给它一个文字 test就文字 那我指向这个除全格 它就丢过来 它会帮我什么 把这个文里面的文字 从头到尾算完之后 帮你告诉你结果是几个 按确定 当然你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全部刷 不过这里面好像有两个是错的 所以你旁边你也可以再多一个逻辑判断 我们都延伸念 逻辑部分 插入满数改成逻辑 一辅 一辅什么呢 如果这里面的资料 假如等于10的话 那表示正确 所以我给它一个Y 反之的话呢 我给它一个N 叫正确或不正确 不过你会发现 我打Y 它前后也会帮我 加双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一定要是文字 文字的话呢 前后就双 或者叫字串 文字或字串 OK 按确定 好 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呢 也可以做判断 有没有 那不过呢 这个我们是分一次分两次 分两阶段来做 可是底下的话 像性别这个就没办法分两阶段 你不能说 我做先 那当然性别 身分之号第七码 第二个码 所以理论上 我们一样要做两次 第一次是先把 这里面的第二个字先抓过来 第二个的话呢 一样用一幅去判断 如果是一的话 那就是男生 反字就女生 那如果性别我怎么 这个地方要怎么做 这边的话呢 可能要换另外函数 叫MID MID的话呢 其实就是mid了 mid就中间 从中间帮我算起 帮我抓几个字 他会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 你的字在哪里 第二个问题 你从哪个字开始 算起 第三个问题 你要几个字 OK 所以如果你这三个问题 都会的话 那应该马上就可以 所以插入函数 找到文字类 里面有个MID M开头的 middle函数 TES 这个 STAR LUMBER 从哪个字开始 一二 我们第几个 第二个字 LUMBER CHAS CHAS CHAS是字元 意思就是几个字的意思 白话意思 所以我觉得 这个有时候 学ESEL函数 最大的障碍 就是他前面这个 为什么不把它写的简单一点 他写这样 谁看得懂 不过 你们慢慢要习惯 因为他不可能改 这个ESEL从开始到现在都这样子 从来没改过 他为什么不把它写个中文 几个字 你就看得懂 但他一定要写这样 所以很多时候函数 你并不是不会 而是因为前面的这个名称 给你让你看不懂 所以慢慢你要习惯 看懂他前面写什么 他如果不能改 那你就改变你的习惯 你就看 他其实说什么 CHAS是字元 LUMBER是数量 有没有 而且是这个是缩写 几个 一个这样子 所以你会发现 他帮你把第二个字开始 抓了一个字过来 所以你会发现 得到的结果 对不对 你也可以从这边预览一下 1 没错 但是请各位再注意一点 就是说 他这个地方 这个1 有没有 前后是有前后的双引号 那前后的双引号 跟这个没有前后的双引号 一不一样 特别注意 这个是文字 这个是数字 如果两个你比对的话 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按确定 好 这样的话 把它向下填满 但是这个当然还没做完 你再判断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其他的话呢 当然文字类函数还蛮多 还要什么 right letter 然后一堆的 当然我们如果没讲到的话 你也可以试着练习看看 尽量的话 就是把文字类的函数 如果全部都能够各个击破 以后的话 你遇到相关文字的问题 就简单的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吧 待会再来看 那个综合练习